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6月29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上涨81点 虽然8586点 量能放大810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台股从上个礼拜五 因为英国要脱离欧盟公投的结果 盘中一度下杀302点 好来到8374点 在上个礼拜五最恐慌那一天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空单回补一些些 我说你反弹起来 再做卷空就可以了 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直强调 我脱扬放空 但是我不会叫你做追空 我反而告诉大家 在上个礼拜五那一天 你应该空单回补一点 然后反弹起来再做卷空 好周末这两天 全市场看衰 告诉大家怎样 下探8000点 下探10年线 7950点 结果礼拜一涨 礼拜二涨 今天礼拜上又持续的涨 如果我们把礼拜一 台积电 富邦金跟台积电 富邦金 国泰金的除息 71点加上来来讲的话 今天的高点 8609点 如果再加上71点 已经来到8680点了 已经夸逼近 上个礼拜五 长黑大量起跌的8691点的 已经夸逼近了 好 所以特别 我想讲的 我看空 但是我不是那种游泳无谋的放空 好 我是有策略心得去放空 看对看错 真的可以接受公平 也可以事后去做验证 所以特别 我想跟你表达的 好 这是我的习惯 我想你听我节目那么久了 你应该知道 每个月倒数 倒数两天 我们会让你去验证 我们的关键转折报告 为什么 其实我节目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 头顾让人家诟病的 就是 对的拿出来讲 错的都不会跟你追踪 好 每个礼拜送股票送10档 一个月就可以送40档个股 然后对的股票拿出来 说到嘴巴转破 然后错的股票 不问不问 头顾老师为什么让人家诟病 因为 只会把对的拿出来讲 然后玩文字游戏 我看空 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掩饰 我看空 我看空 我从来不会去掩饰 我的方向 我希望达到的目标跟意图是如何 那我觉得 现在的人事实上比较理性的 事实上 现在的人也可以接受你 做多或做空 那只是你的理由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能不能去说服人家 然后你会不会去执行而已 好 这是一贯我们想去表达 透过我们节目 想去传递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有六月关键转折报告的 请你把资料拿出来 好 如同刚才有讲的 我会去让你验证 对错可以接受公平 就像我看空 我会去在节目告诉你我看空的理由 或者突破8840 我设停损 听我意思吗 好 请你把六月关键转折报告拿出来 六月多空关键点 8488点 老师 好熟悉的点位哦 没错嘛 所以本本本一直告诉大家 我是我看空 去是我看空 中线呢 8488如果没跌破 请您不要做追空 为什么 因为8488就是六月多空关键点 原来是这样哦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刚后一点点位了 公报五十三分钱 因为那一个点位就是六月多空关键点 所以为什么 在六月份这个月份 我们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做追空 他会进入一个大箱形整理隔禁 因为他占上六月多空关键点 就是这样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你要空 你要有策略性的去空啊 你不要说大 人家在喊 你就真的去喊 好不好 好 站上六月多空关键点 偏多操作 第一个目标区多少 8733点 所以本破高点多少 本破的高点 8754点 差21点 好 站上多空关键点 偏多操作 第一个目标区 8733 所以六月份的高点多少 8754 差21点 跌破多空关键点 8488如果跌破呢 会来下单 第一个目标区支撑区嘛 第一个目标区 第一个支撑区多少 8352点 所以 在上个礼拜五 好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 盘中击杀 低点是多少 8354点 我们讲 8352 差多少 差22点 高点差21点 低点差22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 应该这样子讲好了 我不敢说 我有多准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我之所以会每个月让你去验证 其实只是 节目一开始所聊的 投顾让人家诟病 其实这个由来已久了 从早期的古友社 以前还没有投顾 以前在30年前 那时候 20年前 那时候 这个古友社 后来主管机关为了整顿 就要求你成立 投顾 你要有高级营业员执照 那后来又整顿 就你需要有证券分析师执照 投顾让人家诟病的 不是一朝一夕 真的 也不是这些 刚考上证券分析师 这些年轻人 所能够去体会的 那这些过程中 当然有太多 让人家去诟病的东西了 所以主管机关不断的 整病整病再整病 整顿整顿再整顿 好 那我想表达的 你听我节目 不管是听三个月 半年一年两年 我都让你再验证 那走这条路 你要走诚信这条路 它本来就是一个 很比较辛苦的一条路 也许它不见得 你走诚信不见得你会怼 但是那是一种态度 你要去坚持 那这个东西 它到后来会显现化为你 某些的 应该是说 某些你没办法用物质的东西去衡量 那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你听我节目那么久 我常在 喜欢在节目跟你聊一些 有的没有的 股市它很悬 你不可能永远对 你也不可能永远错了 你不可能运气很背 永远都很 就说一就说一就说一 你也不可能 当然你运气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股票很好操作 你温的买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走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 你去坚持某些正面能量 你去坚持某些中心思想 你去坚持某些对的东西 你会比较容易走出低潮 这是我在股市里面 看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久 我接下来的 我自己的感觉 跟你跟你 共鸣 也许 老师 真的假 这个就看你个人体会 如果你年纪比较大 如果你年纪只有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你会觉得 我透过人定胜天 我就可以透过自己搞定一切 如果你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除了你要成功 除了你自己要努力之外 你要有某些的恩典 不管你认为这个恩典是上帝的恩典 还是菩萨的恩典 还是佛祖的恩典也好 那都是一些 无形的正面的能量去帮助你 让你达到成功 好 这也是为什么 在每个月的月底 我们让你验证我们 多空关键转的报告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如果你这样长期验证下来 不管是验证三个月 半年一年 我现在想跟你聊的 七月多空关键点 很重要 6月份就在走 8488点 就是六月多空关键点 所以七月的多空关键点 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台股 是继续往上涨 我被嘎空 那我就认了 还是要跌破多空关键点 开始往下杀 还是要像六月份 继续这样子 做一个大箱型整理 就等待七月多空关键点的开出来 好不好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朋友 开始解答盘了 本波火的解盘 事实上围绕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 版弹逃命波 对不对 本波火解盘 围绕的第二个字 阿扁的两颗子弹 好 那昨天我们加一个元素 叫做蝴蝶效应 没错吗 好 所以近期六月份 我的节目 事实上 说穿了 好 我用什么去贯穿 第一个 反弹逃命波 第二个 阿扁的两颗子弹 好 那在讲阿扁的两颗子弹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他一个分析师 是否应该尽到 善良管理员的责任 好 你才不会在上个礼拜 周末的时候 下探八千点 下探十年线吗 等到呢 三天不叠 三天不叠 散户不请自然 的时候 你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 十二点 大概头顾老师 总到睡到转破 何必呢 如果一个人 我们这样讲好了 日久不一定申请 但是日久一定见人心 如果头顾老师 不到三天 你就可以把这个人 不要说三天 三天几个小时 七十二小时 四十八小时 或二十四小时 你就可以去 对这个人的 应该是说 二十四小时 或四十八小时 七十二小时 你就可以去很容易 去了解这个人 那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也没有什么当当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开始到了我们今天想表达的 有人说今天台积电顺利做填席 史上最快的 因为台积电三天就填席了 不错嘛 很好 给他掌声鼓励 真的台积电很棒 非常棒 三天就完全填席了 好 这待会跟你聊 那我说本波是凡南淘明波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宏达店之前的最大量 在三月十五号 九万多张 当内低点多少 当内低点 一百一十三块 最高点 一百三十六点五 宏达店 三月十五号 昨天宏达店已经来到一百零八块了 我说宏达店在涨 就会逼近三月十五号的长黑大量 他就会有卖压做出容 因为是凡南淘明波 凡南解套波马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宏达店开高 最高点来到一百一十二 一百十二块 开高走低收盘收一百零一 爆出六万三千八百三十张 所以拉高解套之后 你要开始兵败如山道 那我们有时候宏达店会跌 而是他解套了 也许他解套完之后 他进入相形整理 也许他做拉回 也许整理完之后 创新高都有可能 但是宏达店本波拉高解套之后 就接下来看他是如何 所以先拉高解套再说 好 那我们讲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三天完全天息 史上最快的 因为现在市场告诉大家 订单追着台积电跑 所以台积电订单满出来 有些订单因为满出来 那没办法卡到台积电 所以只要把订单转到2303的连电 这是市场的说法 不是我的说法 好 投票 台积电三天顺利填息了 好不好 好 真的很好 我常在节目讲一个概念 我们应该都经历过高中联考 我们都应该都经历过大学联考 没错 你不要跟我说 你没有参加过联考 应该有一段年纪的 我的家族朋友很多有高学历的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高学历 我的家族朋友是真的很多人有高学历 那学历真的是有够高的 怕死人 好 我的家族朋友很多台积教 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的家族朋友这么多台积教毕业的 我的家族朋友好多台北工专毕业的 你不要看不起台北工专 台北工专很厉害 真的啊 像我的家族朋友很多 五十几岁六十几岁 当年现在五十几岁六十几岁 当年能够考上台北工专 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好 那我现在跟你聊什么 我今天不是在比学历优秀的 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股市很简单 股市就跟你的日常生活中一样 你不要把它想成太复杂 很多人都把股市认为 股市就是什么 五日经线 十日月线季线 那你永远没办法成为大师 因为你就是在看山是山嘛 你应该看山不是山嘛 然后再看山是山嘛 你应该有个生命的启程转合嘛 好 我再跟你聊的是说 其实很简单 股市跟你日常生活中的原理 观念一模一样 台积电三天顺利填席了 好 所以代表他目标已经达到了 我不晓得 投票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 你如果啦 假设好了 你很努力的联考 那放榜了 假设你考上建宗北女 或者你今天考上台积教 那你会怎样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暑假继续用功念书吧 当然有没有那种人 有啦 那种人可能是天才儿童 或者是数理之忧生 他可能对于念书本来就很有兴趣了 所以就算大学联考 或高中联考完之后 他还是继续念书嘛 对念书本身就是他一个兴趣 不然一般人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你考上台积教 或考上建宗北女 你会开始怎样 开始玩了嘛 好 暑假 可能去打工啊 可能稍微放松啊 或者你大一可能会怎样 大一可能去玩社团啊 可能去谈恋爱嘛 不要背二一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子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是很用功念书的人了 就说 我都已经打到我的目标了 那打到目标就 稍微放松一下就好了 不要背二一就好了 所以 玩社团 或者谈恋爱 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真的觉得很正常啊 所以适度的放松 并没有什么不好啊 也许 也许 我不是很会念书的人了 好 那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是说 台积电台已经顺利填席了 那就不用去期待 他接下来 你还希望他表现的是 有多好吗 本来就应该适度的放松了 那很好啊 你已经达到你的目标了啊 人生你不要把自己 跟成像一条橡皮筋 那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那会太辛苦了 你应该把速度把压力做释放 这样会比较好 一点点 调一下 就像今天红达店解套了啊 红达店拉高之后来到112之后解套了 结果今天收盘跌7块来到101 反而跌了6.48%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拉高解套了啊 4174号顶 为什么拉高解套来到630之后 拉高解套之后 从630杀到多少 号顶 杀到461 为什么 因为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了啊 达到他的目的啊 所以他已经拉高解套了啊 既然他已经拉高解套了 那你何必那么严肃呢 股市就是这样子啊 我不晓得你把股市想成怎样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讲一个概念 我觉得它很重要 所以我再度讲跟投资本来去做分享 技术分析有头部跟底部 头部的形成有千百种 利用利多拉高出 或利用政策 赏户贪婪追高 或者像马熙会利用两岸大和解 然后马熙会 然后拉高 这个都有可能 或者像10014 然后拉大力光 拉汉维科 然后拉东出新 然后外资五天 买超1000亿 然后让指数来到10014 见到万点 散户跳进去之后见高点 你要形成一个头部 千百种理由 因为人性的贪婪 不一样 有的人 有的人他贪钱 贪钱 我要赚100万 1000万 1亿10亿 有的人他贪婪是贪钱 有的人他是 他贪的是权力 权力 欲望 你啥意思吗 权力的欲望 有的人他贪婪的是美色 所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有的人贪的是美色 然后肉体 青春的肉体 就每个人 你对一个人 他贪婪的欲望 每个人东西不一样 有的人他喜欢 例如说豪宅 有人喜欢车子 有人喜欢衣服 有人喜欢手表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见高点 他所产生箭头部的理由 当然是不一样 好 那你如何产生低点 低点很简单 恐慌性卖压就可以 利空 利空你自然就会把股票砍出来 不管是311 SARS 311 3411 911恐怖攻击事件 或者SARS 或者你像之前的阿扁两颗子弹 或者这一次英国脱离欧盟 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 我透过利空 我就可以把你福而洗出来 所以要形成底部其实很简单 一言以蔽之 利用利空 只是这个利空 它是怎样的利空 这个可以讨论 它就是用利空 去用恐吓把你下出来 所以利空所展现的 大概是大同小异 你就可以去形成一个恐慌性的慢压 形成一个触底了 好 我再跟你聊一个 是一个股市 我不想能不能去把它串联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请你去看 阿扁两颗子弹 阿扁两颗子弹 跌两天 跌了1000点 跌了1000点 之后做出反弹 逃命波之后 再开始杀 因为那时候市场觉得 利空反应结束了 因为认为利空反应结束了 结果呢 从7000多点之后 开始不断的盘跌 盘跌 盘跌 再盘跌 一样的道理 今天礼拜三而已 今天市场已经告诉大家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 已经利空出境了 真的吗 特别 你觉得这么大事情 只可能三天 就利空出境了吗 它蝴蝶效应了 它对整个货币的影响 这个全球资金大板块的移动 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去想象的 既然它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你说 两天利空出境了 有可能吗 三天利空出境了 有可能吗 你挺好意思 那是不太可能的 不要那么单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你可以说你不懂了失眠 你单纯 没有人会怪你 但是 自己要保护自己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 2570-5657 本坡就是反弹 逃命坡 不管是号顶 或者轰达店 或者欧美股市 都是一样 或者台股 都是一模一样 请你不要反弹 视为全面做多 然后 静待 七月 多空 关键点的 开出来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 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频道 我是亚洲投顾 林鸿像 下半段大概剩下三分钟 我们简单 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分析过程中 有大而中 再小 趋势我看空 突破8840 我设停顺 中线 我告诉大家 跌破8488 8488 常文大量的低点 是支撑 没破 请您不要全面做追控 8488 就是我们六月多空关键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六月告诉大家 它会进入一个 大相形整理 好 有大而中再小 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告诉大家 击杀302点 全市场看得很空的时候 我们说空单先补一些些 反弹起来再做卷空 礼拜一低点 8386点 我说那根K棒 在测试礼拜五的低点 卡丘的跌破 好 昨天礼拜二 低点 8396点 我说他在测试 8374点 卡丘的跌破 所以今天 上涨 81点 就是这样子 管理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的而已 好 所以 8374 那个点位是经过测试的 那点位是测试的 那点位是经过测试的 所以 8374 不能破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基本概念 那我们就等待 7月多空关键点的开出来而已 那 对错 接下来我会让你验证 好 我想你听我节目 三个月半年 一年 应该已经知道 我们有这个习惯了 其实这过程中啊 朋友朋友 我看空了 那 我做空 有赚钱 也有赔钱 好 也有被嘎空停损 这过程中 就像我节目一开始所讲的 你不用去期待一个分析师 永远会对 或永远会错 你不可能硬去那么好 永远会对 你也不可能硬去那么背 永远都会疏 而是说你所展现的态度 你是扭扭捏捏 然后 什么都不敢讲 还是说 你光明磊落去面对你的操作 其实你从这过程中 大概 就可以知道这个分析师 他展现怎样的人格特质 跟怎样的品质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的解盘近期 我告诉你 就是反弹淘明坡 不管是浩鼎也好 或者今天的所谓的 298宏达电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 Tesla电动车概念股也好 事实上这个 这个你 对错真的都可以接受公平的 说实在话 大概是如此 这个没有什么 需要特别的再去强调 而是我真的希望 特别有空去看 阿比的两颗子弹 有看 你就懂 没有看 这讲再多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交集 我们两个的频率 好像一个是 AM 一个是FM 你不晓得在讲什么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没有去看 阿比的两颗子弹 你不晓得 我再告诉你 我再告诉你 因为人类遇到相同的利空 会展成相同的行为模式 那你听不懂 那就是 你没办法受打电 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同的频率 一个是AM 一个是FM 我看空 但是我不是那种死空头 我不是那种游泳无谋 我在上个礼拜五 告诉你追空的人 我在上个礼拜五 市场很恐慌 下探8000点 下探10年均性的时候 我说空单先补再说 反弹起来再做 见空 经过72小时了 现在市场已经告诉你 英国脱离欧盟公投利空出境 这个我就没办法去解释了 看你个人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黎红象 一定是你脱质路上 值得新来的好朋友 好 这句话我们长讲 我不想你能不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诚意跟善意 我不想你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坚持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感受到 我们对股市的一些 执着也好 或者善意也好 那如果 如果你认同 就请你跟我们打一场 美牙的仗 好不好 就祝你超出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